來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測驗一下 看看第一個像素的部分 好啊 好多人都已經回答完了 來 我們看一下 地底應該知道有什麼太加分 地底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知道數位降低的基本像素是從哪裡降出來的 沒有錯 最多人的就是正確了 藏這一關 藏這一關 那為什麼要了解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螢幕上 請問需不需要到幾百萬 這是上千萬 各位 我知道現在都很有錢 有沒有 數位降低就隨便掏出來用千萬一張 但是你拿那麼大的數位降低的檔案 放在螢幕上 不會變得比較好看 因為我們的螢幕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你只要怎麼樣 常見寬就好了 所以其實即使你是所謂的 現在比較常見的1920 乘以108 我們的解析度子 這樣子 有沒有 算數 先算比比較好 沒有喔 那只好叫這個 叫那個 小聖盤 對啊 來 小聖盤 不要用到夢呈景了對不對 這個就好了 1920 乘以108 請問這樣是幾百萬的 兩百萬而已 所以其實說真的 你的尺寸要不要很大 真的不用很大 因為我們在螢幕上給人家看的 除非你要印出來 你要印出來 比如說台中三明度的婚紗間對不對 你要四十寸 五十寸 六十寸那樣大的 你才需要怎麼樣 就是像素要夠 那我們一般在螢幕上是用兩百萬以內就夠了 所以你不要浪費你的空間 好 這是第一題 所以大部分有打得到 那麼我們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的話呢 果然 大家是蠻容易被捕倒的 看一下 因為YouTube的時代大家都太常見了對不對 你們為什麼那麼多武器真的 雖然我是第一次來 怎麼可能是其他的 對不對 第二個 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認為影片寬度 還是誰 不能真言語 最少的人講的才是真的 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有上次去南口高商上課的時候 很好啦 同學直接 他說這一題不會是對 他把他放得起來 按路見過後就找到了 好 那我們重點再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跟各位特別介紹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這個容易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影片的高度 那我們 找一下 有沒有4K的影片 有對不對 請問有沒有8K的 有 也有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 8K的 內容不用看 但是呢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放大一點 我放大一點 你看一下 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 超過720以上 後面都加了紅色的字 HT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我們先從這裡來看 如果你是240 就是320 乘以240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早期或大一點的 CZ的品質 再來 往上面 480 這個是720 乘以480 這個是各位的年代有的 DVD 所以 DVD品質是比CZ好一點 好 你再往上 再往上 就是HD了 所以呢 早期其實有一些 所謂的數位相機 他說我可以做什麼 錄影 他可以到HD 可是呢 HD是要分好幾種 那 1280乘720 你就稱作HD 就稱作HD 那麼 一般 到了1080 就是我們剛剛 計算的那個 1920乘1080 所以 到這個以後 我們就稱作 4HD 這樣各位有覺得嗎 好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都是高度 對不對 再來往上 當然就是什麼 2K 4K 4K 反正 你知道了 後面的高度 不會把前面的寬度求出來 可以嗎 好 再來8K 所以目前最高度到8K 到8K 那當然 數字越大 也代表一些自己 檔案式會越大 一般我們電腦來講的話 電腦就是一般的現在的 PC電腦來講 或是體驗 可以處理的主要 還是幾多 可以處理這以下的個主要 因為你 2K 4K以上 其實檔案量不只能非常大 可能你處理起來 不是你被電腦比例更多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留意一下的 因為這時候跟我們做什麼 做影片的部分是有絕對相關的 好 那各位呢 經過這兩個測驗之後 這樣就了解了吧 至於誰答對誰答錯 我們就丟自己看 我們只要看什麼氣球好了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正式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兩個軟體的部分 那 怕說各位有的威力導演還在下載或安裝中 所以我先講另外一個 H也覺得很 OK啦 可以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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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婚 doll